那時候買板子的原因也就是為了 承加壓力業 桃園龜山那邊工作 然後在桃園那邊買板子 對 然後那時候就賣完之後 就是因為我付給沒有簽入 沒有成為自用駐站 我的證據都是有給他 就是有自出自用的事實 然後因為經濟的壓力的關係 然後經濟收入的銳減 然後一些那個收入支出那些都給他看 然後後來的話我就是提 術院跟那個行政訴訟的話 也都是都是都是被撥毀 不太相信政府講的話 對啊 然後也像一些那個買房的話 叫我再買我也不太敢